你到底真的不好過 那為什麼不算法犯呢 因為想說這麼快過了還要送完 沒意思啊 幾百塊啊 他就說要分幾款 這樣分兩幾款啊 然後講講人家跪下來 我自己也嚇一跳 聽了男童悲慘遭遇 好心店長禁不住鼻酸 不但不計較偷竊款項 也不忍心報警 還請區公所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只希望景氣差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三令新聞高雄民皇志前 廖國雄採訪報導 這個偷飯團的男童家境 真的是不太好 不但這個母親早逝 爸爸也因為身體不好 失業只能夠打零工來維生 養三個小孩 經常是三餐不計 儘管有阿姨來幫忙 不過這個阿姨自己一天 收入也不過三百塊錢 真的是也幫不了多少 別說這家裡頭 是家徒四壁了 冰箱空空蕩蕩 連米都剩不到一碗 根本是養不活一家人 鄰居看了也是相當比損 都是沒什麼東西的啦 他們冰箱幾乎每次回來 都是沒什麼東西的 空空的嗎 打開空蕩蕩的冰箱 罐頭 醬瓜 兩盤剩菜 一罐番茄汁 就是男童一家人僅有的食物 要說還有什麼 頂多是桌上零星的罐頭 還有這一小碗 幾乎見底的白米 瓦斯爐上的稀飯 早已經被吃得一力不剩 孩子不好是我們大人的錯 沒有經濟 我現在是一天 幫人家洗碗 一天是300塊錢的工 我自己本身又有病 我現在有在持劑 我的藥我有憂鬱躁鬱症 想到日子這麼難過 忍不住哽咽 男童阿姨氣宿 男童的母親早逝 在台宿座外包工人的男童父親 一人照顧三個小孩 屋落偏逢連夜雨 因為膝蓋關節退化 被迫失業 改打臨時工 更是有一頓沒一頓 孩子連見玉寒的衣物也沒有 可憐 真的可憐 我穿薄薄 真的 我才說 你快回去穿衣服 快回去穿衣服 我就都在 在關心你 邻居也忍不住心酸 不過能幫的有限 目前嘉義區公所 已經先撥給急難救助 暫時解決經濟 再想辦法 協助失業的父親賺錢養家 盡可能幫幫令人心疼的一家人 三令新聞 高曲名 黃志淺